很多女人在开始来月经后,月经量总是很少,甚至越来越少,这个情况就要格外注意了。 如果不及时调理,很有可能导致必经,正常的女人,平均在14岁开始出现月经来潮,如果18岁以后尚未出现月经来潮现象,或月经已经来过,中途又停经三个月以上,则称为必经,又叫金币,必经这种症状对健康无态带影响,但主要后果是影响生育功能,必经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。 有精神因素,也有生理,病例因素等,因此患者必须尽早找出发病原液,及时治疗,而且在治疗中,一些饮食禁忌也要格外注意。 这里我就先介绍一些月经量少的女人,在饮食上需要进口的一些食物,女人们一定要多注意。 一,即时不利于营养精血的食物,比如大蒜,大头菜能化肉小骨,茶叶,白萝卜,萝卜钙能消失,化解滋补品,咸菜,兆菜能消失伤胃,东华多食会导致肾虚体弱腰酸,以上这些食物均会造成精血生肠受损,从而使精血发源,而至金币,二级时高蛋白,高胆固醇的食物如皮蛋黄,鸡蛋黄,猪脑。 猪肝,牛腩,羊肝,鰻鱼,鱼肝油,猪肾,菜油,猪肠,猪肠,猪腥,猪腺,牛肾,牛油,牛肉,牛肉,牛腥,羊油,羊肉,隔离,螃蟹,奶油,巧克力等,以上这些食物或含有较高级蛋白质,或含有较高胆固醇,脂肪,或者高能量食物,多食后极易造成体内营养过剩,造成脂肪堆积,引起肥,胖, 阻塞经脉,使经血无法顺利下行,造成脂肌,三,即食生冷凝脂之物各种能饮,生斑冷菜如生斑黄瓜,生斑萝卜等,寒性水果如鱼,姜椒,柿子,柠檬,西瓜等,寒性水产品如螃蟹,海螺等,各种色性食物如米醋,食料,青梅油,羊油,酸枣, 黎子等,以上个食物性质或含冷或酸脸,食用后食血管收索,加重血液明智,从而造成碧精,以上就是月经量上的女人应该忌口的食物,那么平时又该吃些什么?来调理碧精呢? 接下来,我就继续介绍一些,能改善月经量少和碧精的食疗方 一,丝瓜落半红头丝瓜落炒肝,粘成细末,每次去食客,加红糖10-20克调版,连服期间,一般可见效,丝瓜落功能通勤活选,是以于月经不调及各种类型的碧精,二,便于煮猪肉便一只,只可群肉,预售猪内500克左右同煮烂出食用 治疗身体会需锁制精币,连用树脂,熬水可用黄酒汤水个半被冲炖后,趁热浮汁,别又趁甲鱼,具有不骨髓,资甘因,养精活血的作用,是以于血区血液之必经 三,红糖大枣生姜擦红糖60克,大枣60克,生姜15克,水煎带茶饮,用至精来为止 四,红糖大枣生姜,粉3克,和水煎带茶饭,发生的塩衣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